今天是又一年,不是新的一年 今天是又一年,中国病毒攻击人类的第三个年头 既然是又一年,我们还是以政治正确 就是全球朋友们,以及中国朋友们,以及海外朋友们 心里快乐 这个心里快乐是一个全世界都喜欢听的 讲话套话 明明很多人生活在非常的苦闷之中 特别是在病毒的干扰之中 不知道有多少过亿的人受病毒感染而伤长 不知道有多少过亿的人受病毒攻击而受到精神上的创伤 可以说是全世界70个亿的人都受到中国病毒攻击的创伤 但是全世界都不追究病毒 那我们还有什么理由,说高兴的事呢? 所以我们说高兴的事情 Happy New Year 都是欺骗大家 不高兴 特别是阿密克罗 阿密克罗正在攻击全世界 而且在纽约州比较年重 全世界都在反对月苗 我们用什么来高兴呢? 这个人类世界还有什么事情比病毒更使人忧心的事情呢? 难道真的是其他事情比病毒更重要吗? 今年我想 除了病毒对人类造成了忧心 而让人类失去方向以外 还有战争 还有战争 我们要总结 这两年的好的方面 实在总结不出来 全世界经济下滑 物价飞涨 病毒蔓延 反复蔓延 没有边际的蔓延 而且 中国对全世界战争的威胁 是一浪高过一浪 还有什么事情能够高过这些呢? 还有什么事情值得我们高兴的呢? 我实在是提不出来 我不是唱衰 我实在是想不出来 悲哀就悲哀吧 我们要谈谈悲哀的事情 今年有的时候 今年的病毒会结束 会告一段落 我可以明确告诉朋友们 是不可能的 这些都是政治家们 对我们的欺骗 因为 这个病毒的源头 没有把它存置于法 没有把它公布于众 仍然对人类 政治家们仍然对人类的 这个病毒的来源是保密的 这是人感到悲哀 我不知道你们觉得没有悲哀 对我来说 我觉得不好 对我来说不受影响 我都一万岁了 你病毒攻击也好 战争攻击也好 对我来说 没有多大意义 我只是见人历史 只是笑笑而已 看看而已 我都一万岁了 我在乎一千岁又有什么意义呢 所以我不在乎 我说出了我不在乎的心理 那么人类世界 这个病毒这么大的事情就要掩盖 还有什么不可掩盖的呢 中国对人类提出战争的威胁 提出要炸毁地球 这事情这么重要 这么重大 全世界皮而不谈 而且中国投毒人类 大家都不收 没有后果 没有代价 从这个意义上 我要折祸中国人 折祸中国共产党 折祸中国 敢向人类挑战 至于这个折祸是处于什么 动机什么目的什么其他的 你们自己去思考 因为中国共产党赢了 因为中国共产党赢了 西方世界输了 而且还不敢输 还不好意思输 那么现在中国又提出炸毁地球 战争威胁 战争威胁 处理得多了 塔利班取得政权 跟共产党一拍几胡 打击美国 或者全面胜利 俄罗斯在乌克兰边境 重兵押近 要对乌克兰进行战争 要对欧洲进行进攻 伊朗正在发展黑武器 伊朗正在发展黑武器 对以色列对人类都是一个威胁 以色列会放过他吗 以色列说马上都会对伊朗进行战争 进行战争报复 或许就在中东就会引发世界大战 还不用中国共产党在迷离的奥运会上宣布 对世界对人类发动第三次世界战争 那么我们提到亚洲 亚洲中国 要对日本 发动一次二次三次多次 黑皮 要对台湾流岛不溜人 要对印度发动战争 要对澳大利亚发动战争 中国要对全世界发动战争 那么中国背后还有老大吗 中国背后有老大 美国不管有多么强大 中国不怕 中国就怕俄罗斯 俄罗斯会同意中国攻击全世界成为老大吗 俄罗斯是不会同意的 可能结束中国 结束中国这个土地上的存在 结束中国人在这个土地上的存在 就是俄罗斯 而不是其他 如果美国真的不愿意介入世界事务 也不愿意当世界警察 也不需要这个 维护这个国际秩序 国际组织已经被共产党彻底摧毁 如果美国真的不愿意 美国真的会把解决中国的问题 因为中国的问题是人类的灾难之外 真的可以交给日本 让日本对中国进行强拆处理 让人类的威胁就解决了 日本愿意付出这个代价 只要美国同意 你看我简单列举了这么多不好的事情 我们怎么高兴的起来呢 不要怪我说不高兴的话 这个时间完了 我不能超过12分钟 超过12分钟都不下去了 我的手机上太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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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经济上看 人家要恢复经济 人心都打垮了 经济是不可能恢复的 好吧 我们先说另一个话题 订阅我的频道 因为你们的支持是我的动力 收藏我的艺术品 也是支持我 我有一千多件艺术品 希望得到朋友们的支持赞助投资 投资我的美术工作计划 我把我的一千多件艺术品 组成一个博物馆 留给人类 我以我一千多件艺术品 得到朋友们的支持投资赞助 我把它组成一个上市公司 意思是人类共同财富 没有你们的支持是不可能 谢谢 所以 所以呢 别提了我讲这个话 同时在这里呢 要感谢支持过我的朋友们 要感谢赞助过我的朋友们 不管多少也是赞助也是支持 thank you so much see you how down 在这里呢 又是心得一点 政治也不太正确 I love you my friends goodbye